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我们说的非变性性痴呆 你说说变性痴呆 比方我们说的二次海默病 罗易体痴呆 帕金斯女痴呆 额涅也痴呆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神经系统的病痴呆 另一种非变性痴呆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血管性痴呆 脑出血 脑梗死 主要我们现在出血 还有当然是脑外伤 还有其他比较脑膜炎 脑炎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养代谢障碍 所造成的疾病都可以实现认知障碍 认知障碍的临床表现很多 其实最常见的认知障碍就表现记忆的相降 病人记不住刚才发生的事情了 或者反复的重复的血命一件事情 所以主要表现有记忆的障碍 第二个问题就是四空间共能的障碍 这种病人常常表现在熟悉的环境中 不能辨别方向迷路了 这是一个 当然实现定向的障碍 它可以实现时间定向的障碍 当然还有就是计算能力的下降了 比方算账 买东西 找钱 这些东西都计算不来了 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症状 当然后起由于认知的障碍 它会实现 伴随认知障碍所实现的一些逻辑 思维能力的下降 比方说一斤铁和一斤棉花哪个重 它都分不清楚了 或者说它表达不认识了 这些东西都认知障碍所实现的障碍 这些东西都认知障碍所实现的障碍